2 3 4 吕东青 女29岁西安人 陕西师范大学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大家好 我叫吕东青 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我看起来是一个温柔的小女人 但其实我是一个坚强的大女人 两年的媒体工作 锻炼了我的策划 推广能力 三年的自主创业经历 让我积累了运营管理的经验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希望寻求一份运营管理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好 涂雷老师 他是三位助教当中 唯一的一位跟我搭配的 如果要我来描述的话 他是三个人当中 唯一沉默的最多的一个 就不太说话 然后平时更多的是 在旁边提醒我 比如说又有个小孩来学写福字了 这个指放在哪儿 什么什么什么 像个小秘书一样 这是我最满意的一个 你们的感受是不是这样 我们两个人说结果 确实是分数应该是相对最高的 我觉得沟通能力很强 很nice 对孩子很有耐心 任何的事情都非常的积极主动 可能也基于说你有一些些幼儿的背景 对 图老师就是带着他们一笔一笔去练 然后后来我是看图老师在教另外一个孩子的时候 我让其他的小朋友我们先来认识毛笔 就是这个毛呢它是软的 我们先去触摸它 然后有一个触觉 然后再让他们体验到毛笔是要轻轻的落笔 不能很沉重的落笔 其次下来就是我们小朋友在写字的时候 我会让他们先练一下横竖 后来图老师的教学就很顺利了 那我打多少分 图老师 6.5吧 不错 鼓掌 我喜欢你的直率啊 就前面两个选手是什么呢 就该在的时候他不在 他不该在的时候他在 他是该在的时候在 他不该在的时候你绝对看不到他 但需要的时候他就出现了 而且总是一种弱弱的声音传过来 就很有同理心 有眼力劲 很有眼力 就是眼里有活 我觉得呢 今天把他跟其他两位求职者 放在一个平台比是不公平的 因为他本身学的就是有诗 这是不是跟他工作过两年有关系 我觉得是 我觉得我们今天不能排弃一点 对 因为那两个是应接毕业 我们不能把一个有幼教经验的人 和没有幼教经验的两个选手放在一起 他只是有创业的过程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成分 对 但这样的一个女生啊 她的偶像是陈昊 她对陈昊有很多的总结 你说一下 你迷他迷到什么地步 其实我喜欢陈总呢 是因为我觉得陈总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 表里不一的人 对 说来听你怎么表里不一呢 他表面上比较犀利吧 你像点评选手的时候 通常是比较严厉的 但其实我相信陈总的内心是 深处是非常柔软 充满爱的 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人 才能做好教育 而且陈总的点评一针见血 非常能直接地帮助到选手 如果我是那个选手的话 我其实更愿意听到这样的意见 这样能帮助我自己成长 你这么迷陈昊 你老公没意见 他 他有他喜欢的吗 他也有 他喜欢谁 他喜欢神仙姐姐 他喜欢神仙姐姐 对 同家关于军事吧 对 你有孩子吗 没有没有 还没孩子 这妈的酒还没孩子 暂时是没有这个打算 但是也期望中吧 好吧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情景资料 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中心的一个服务号 然后这个是通过 我上一个媒体工作 然后我自己做的一个事情 像我们的两周年庆 我会可能一周一个小活动 最后一周来组成一个大活动 第二页是我们中心的一个展示 但是这张图片 我想说的是它的背后 就是我的团队 我自己亲手组建起来的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成长为一个管理者 下一页 谢谢 然后这个是我觉得 我个人具备的一些能力 我通过这个节目 也学到了许多的知识 丰富了自己 也提高了自己个人的一些能力 是这样 好 今天来应聘的是运营管理 是的 你要求薪资多少 六千 六千 有地域限制吗 西安 一定要是西安 对 因为老公也在西安 是的 那西安这个选择范围就比较窄了 是的 好吧 是的 你自己这个自主创业的话 你做这个艺术培训中心 你已经一个月挣一万五了 这个培训中心不做得挺好吗 为什么不继续做呢 是这样的 首先呢我自己的一个问题是我自己需要一个个人成长 其次下来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大鱼吃小鱼 小鱼没虾米的一个 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行业 如果说哪一天一个巨头来了之后 可能我的中心就很难生存下去了 现在我挣一万五可能未来我可能就死掉了 你指的成长是什么 我的成长是比如说我个人的一些学习 包括我的数据分析能力啊财务能力啊管理能力啊这样的一个成长 我想告诉你 陈昊自己也没有在大企业工作过啊 他一直就是创业啊 我不是说要到大企业 就我的意思说如果你现在这开的挺好 你把它开大了我就完了吗 你创业很好啊 而且挣钱很多啊 我觉得现在我有两条路 一条路呢是我自己当一条大腿 一条呢是我棒一条大腿 像陈总的企业 像他进入西安 开了那么多分校之后 其实他周边的一些 其他的这个补习学校 小型中型的 其实是很难生存的 因为不管是你拿到地方啊 师资啊 包括你这个体系啊 他重新建立起来 如果你要是进了陈总的那个 西安的那个学校的话 你也学不到集团的管理经验啊 他也就是那个学校啊 我觉得只要在那个体系里 应该是能学习到一些不一样的 我顺着老叶就往下问啊 我们明年确实是我们优胜派 素养里头有很大一块艺术产品 是的 是的 我们会规模性的进入西安 对 我们价格上可能这个跟你差不多 但是师资规模上都比你好 对对 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我想这是你具体的应对办法 那时候的话 我想就做一个小二美吧 就是服务一个区域里 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口碑 还有包括我们的教学 包括我们的服务环境 做到我们能做得最好 然后不断地去学习 然后把它不断地跟进 然后 但是我可能不会太扩大 其实我之所以对你感兴趣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首先你现在是试运年龄 因为我也要考虑职场稳定性 这个我跟您说一下啊 就是这个试运这个事情 这是电视嘛 我妈也能看得见 然后我就说一句吧 反正我这近五年是不打算要孩子了 刚才你说在期待中啊 是在期待中 对啊 那不是一个近五年啊 陈总想说的是 你如果想要的话 尽量转要 是这意思吧 对我倒觉得你要想要 对我来讲是个安全性 别等35岁以后 好吧 听您的 等高龄产妇了 对 听您的 那吕东青你是想 来到陈浩那是说 掰你的团队 整个公司 这个艺术中心都带过来 呃 现在是这样 我有两个方向吧 就是一个是他们自己去经营 因为我们现在那个 所有的管理的这块的团队 他们是自己可以去 完全去运营这一块 没有问题的 那我就是单独去产生 我的价值 去陈总的公司 还有一种的话 就是陈总说明年 优胜派会进驻先 那我们当然 我们的团队可以一起过去 也是没有问题的 哎 你这第二种 不属于我们这个舞台上的 其实啊 sorry 应该是合作 那就第一种 只能是第一种 好的好的 第一轮选择去后了 天生我有才 直上测评题 结合自己说说对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这句话的理解 结合我自己吧 就是我当初刚开始的时候 实习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一个杂志社 后来是做到了执行主编 然后呢 刚开始实际上 我是以一个行政的身份 进入这个公司的 我想进入媒体工作 然后我就做了大量的准备 然后我觉得 那行政是一个非常低的入口 所以我就进入了一家 这个杂志社 去做这个行政工作 然后我经常要给他们的会议 做记录 在记录的过程 我就会用我所积累的 一些准备的经验 提出我对这个策划主题的想法 后来主编觉得我不错 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有一些点子 然后就交给我一些编辑的工作 这样一步一步做到了执行主编 我觉得这可能是对这句话 比较好的诠释 谢谢 三位老师 他回答得怎么样 中天的回答得非常好 实际上这个问题 问的就是一个人 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规划 其实这里面会有两点 第一点是 你自己规划 你要做到什么 第二点是 你确实为这个计划 而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去做了一些积累 其实第三点就是 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具有 管理潜力的人 非常适合去做运营管理 谢谢老师 好 专家的意见是 他非常适合做运营管理 其实我特别看不出来 你还会跳拉丁舞 还跳了十几年 对 你跳一个我们看看行吗 真的要跳吗 没关系 我这个衣服不太适合 你就随便来一下 我突然有个好主意 今天他们一直调侃我 说我和真华 我觉得他们俩真好装身 可以可以 叫他俩 衣服和裤子穿错了 来吧 既然你们俩穿的一样 我们这个动作 非常的简单 然后两位老板 先跟我学一个基本动作 然后我们再搭上手跳 就很好看了 然后我们第一个动作 是脚打开 脚打开 对 好 来一拜 走 去 看那边 看镜头 很好 3 落跟 3落跟不回腿 你就踩到那儿就可以了 好 走 恰恰 往 就这样一个动作 好 再来一次 打开一拜 准备 走 去 好 3 非常好 恰恰 1 OK 曾老师跟在我后面 然后您跟着我后面跳一下 好 打开手 打开脚 头抬起来 非常好 一拜 走 去 手呢 往后打 往后打 伸得越高越好 然后手腕往后压 手腕往后压 对 非常好 明显 刘家勇骗了我们所有人 他根本就不会跳 很好 他用踢臀 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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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在提着呢 好 现在两个人搭上手 两个人搭上手 我在曾老师旁边 曾老师可以看我 来 脚打开那个脚 东老师 好 一拜 起 走 去 对 然后三个人搭上手 对 然后三个人搭上手 好 转身走 恰恰 一 非常好 非常棒 来 大家可可找吧 来吧 来吧 两人再来一遍 连贯动作 好 连贯动作 来 准备 你眼睛要放电 对 一定要看舞伴 一定要看舞伴 把它想象成您的爱人 一拜 走 去 去 三个人搭上手 来 来 说一下你们自己跳舞的感受 来 来 对 我觉得很美好 挺好的 对 哪一种美好 请问是哪一种美好 就是一种回到了高中时代 初恋的感觉 我的少女时代 来 你说一下你的感觉 那我相对来说比较晚熟 我回到了大学时代 你回到了大学时代 对 我回到大学时代 对 因为确实我们大学时候有那个 确实学过一些 但我们当时觉得叫气质 什么提臀 脑袋要往上拔 那是特别好 条特别正 那种眼神 当时确实学过一些 但是这么多年有点忘了 李大勇蛮认真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 来 牵着手回去吧 走 走 谢谢 好 回到大求职的这个问题上来 刚才其实专家也给予了高度肯定 大家伙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呢 对 我可能会有一个担心就是 就是这个逃不掉 就是因为你是确实处于优秀的 我一直在想音乐觉得 我觉得你继续创业你还会很赚钱啊 就这个在我心目中绕过去 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吧 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还是想实现一些我的人生理想 虽然说这个理想有点大 我希望通过这个艺术教育 然后素质教育 能让我们更多的孩子每天能开开心心的 然后快乐地长大 然后能让家长更多地去关注到孩子的 这个心理的健康 如果这个只靠我自己去把它赚钱 然后把一个店做大 我觉得是实现不了的 这个你说的不无道理 但其实我特别矛盾 我很少这样 因为毕竟你做的是同行业 对 所以其实因为我们对于同行业的管理者 是有竞业禁止的要求的 对吧 而且那个还是你创业开的 还不是说你在职 对吧 那就是你的企业 你怎么能够安心来呢 这个我觉得我一定会做到的 因为我有我自己的这个职业道德 然后如果说陈总 那比如说就很不幸 我们的选址的团队就在你们 校区旁边 那我肯定就把我的孩子 不 那你这样我们又不忍心啊 那我们 没有什么不忍心的 我觉得 你们俩有意思 因为我今天能站在这个舞台上 能说出来这样的话 我就会为我说出话负责任 我信你 第二轮选择去后来 直接进入谈前不善感情 请提供职位和薪酬 我给你的是我们优胜教育 这个优胜派这个项目的 在西安的储备校长 薪酬就按六千给 但是如果你想往更高的职位走 我建议你到北京来培训一段时间 好的 你对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满意 来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就未来这个 又生派在西安这一块的发展 然后我在这一块的 晋升通道是什么 那个首先我们对西安的 这个艺术培训啊 包括素养教育的市场 还比较了解 我们去了就是抢第一去的 也不想说排个前三 所以我们有这个信心 最后考虑十秒 做出你的决定 优胜教育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所以我们有这个信心 最后考虑十秒 做出你的决定 优胜教育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优胜教育 去吧 今天特别高兴 陈浩辰总能选择我 然后老板对我的肯定 也是让我特别地开心 然后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 能够再跌再厉